新闻消息宝洁 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 时代杂志短访的时候 非常明确地表示 如果两岸发生争端 发生冲突的时候 美军会介入 而且美军虽然不一定会派部队 进到了台湾的岛上 但他的海空军会 进到这个区域里面 等于是对中国提出一个 非常明确非常严厉的警告 而当拜登这个警告结束之后 非常有趣是 美国今天就发了一个 这样的信函 发了一个这样的公告 他现在要卖台湾F-16的零件 这个信件丢算了以后 大家觉得很奇怪 我们买了F-16 本来你就有义务 本来这个合约里面 就有所谓的备品 所以我买了F-16 你卖给我备品 你卖给我零件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为什么在这个时刻 你要特别的公信文稿 特别的公租于世 可是这里面 藏有非常大的一个玄机 因为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 已经买了一大量的 所谓的F-16的备品 那为什么不过两年的时间 我们要大量的采购 而且这个大量的采购 是直接从美军的武器库 从美军的库房 直接调过来的 那如果是从美军的库房 直接调过来 那是不是台湾的军队 跟美军之间 我们的所谓的备品 我们的零件 甚至我们的武器 可以互通有无呢 而且在这封信里面 还讲到一个 它不只是卖零件 不只是卖备品 它把设备也卖给我们了 之前我们曾经谈过 台湾曾经有可能变成F-16 在亚太的一个维修中心 大家只想说这有可能吗 如果现在你有大量的备品在台湾 你有大量的设备在台湾 那台湾作为F-16的 整个所谓的维修中心 是不是更明确 如果台湾已经变成了F-16 在亚太的维修中心 那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是不是又更紧密相连了呢 那拜登在这个专访的时候 他也特别强调 中国的经济非常糟 中国的经济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中国已经老到 他已经不能再工作了 问题来了 碰到这么严厉的问题 他是事实吗 碰到这样的状况 那习近平他又怎么来看待呢 没有想到 美国的学者居然讲 习近平现在有四种可能 他有四步 什么四步呢 他根本不知道 现在经济状况是怎么样 因为他下面的人 在七上满下 第二个是他知道 但是他知道了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要不然就是他知道了 他也不在乎 要不然就是他根本否认 经中国经济下滑的事实 好 我们今天请到两边 一个大方 首位的财经专家 黄世耀 首位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梅道 电视报总统的 吴志强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资深母帖 杨文珍 大家好 第四位是 资深母帖 林一峰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股市分析师 风开平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战略专家李宁辉 大家好 走 拜登在接受 时代杂志专访的时候 对于两岸已经讲得非常白了 如果两岸真的发生战断的话 美军会介入 美军的海空军 会进到这个区域里面 这已经是对 中国非常严厉的警告了 那说了这个 非常严厉的警告之后 今天他就公布了这个信函 也就是他会卖给 台湾F-16的备品 那我们是外行人 我们看不懂 所以卖给备品 我买了F-16 你本来就应该卖给我备品了 你过去在空军服务过 你曾经是空军的 这个所谓的保防官 你说你看到这里面的内容 你吓死了 对 没错 抱歉 最近的这个拜登 似乎是对中国越来越硬 你看他接受 时代杂志的专访的时候 对台海如果发生战争 他有他的看法 另外他又把中国的经济 贬得一文不止之后 让我们想 他后续还有什么动作 今天美国的 他们的国防部 就释出了一个讯息 释出了一个讯息什么 我们准备卖给台湾 2.2亿美金左右的一个装备 要卖给台湾 那你想说 这个有什么好了不起的 对 才2.2亿而已 这本年是这样子 F-16 Standard Spares and the Required Parts and the Related Equipment 就是这些东西 好 这是什么呢 他说是F-16的标准 跟非标准 还有修 维修 跟备用的相关的零组件 还有相关的备品 还有相关的设备 我都要卖给你 你说我们今天跟你买了F-16 对 你本来就应该卖给我们备品 卖给我们备品 没什么了不起 重点 在设备 对 还有设备相关 都完全卖给你 好 另外一个 还有重点在这个地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些备品 这些东西 我们就直接从美国的仓 国防部的仓库 就直接运给你 直接转过去 对 所以这些 那以前不是这样吗 以前都是通过军火厂商嘛 现在是美国政府直接就 把我们现在库存的 就给你 好 那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说 以前我们台湾 跟美国 我跟你买军库 可是我要有一个中间商 搞不好还有两个中间商 等于说今天台湾跟美国 我可以直接做武器的交换吗 以前美国都还会透过一个中间商 不然的话 你美国政府直接卖给台湾武器啊 当然这一次就直接从美国军方就 美国军方的仓库就直接移给你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宝姐 我们都一直在讲F-16来说的话 台湾是一个世界上最大F-16的机队之一 另外一个台湾的汉翔呢 你不要忘记哦 前两天的时候呢 美国的国 他们军火商 才去看过汉翔啊 对哦 对 看完汉翔之后 他30个军火商来到台湾 他的第一站就是去汉翔 对 去汉翔没多久 两天之后就批准了这个 所以显现了 他们可能来看了之后 觉得说 可以 可以还是怎么样 我们不清楚 所以你看这个时间点 你要把它连起来看 就批准了这个 那批准了这个呢 我们可以确定什么 F-16呢 我们目前为止 他非常大在东南亚的一个 所谓的相关的维修工厂 未来可能真的会变成是 F-16的所有东西 都在这边来维修 所以更确定的是 台湾现在的军火库 是跟美国的军火库 两个是互相连通的 我觉得这个意义 才是比较重大的一个状况 所以 等于说我们现在缺什么 我们可以直接搬过来咯 对 因为他有讲到 就是我们有跟他争取嘛 我们跟他争取说 我们要什么东西呢 结果美国就说好 那我们就愿意给你 所以等于是给的速度 还有按照我们的 我们现在等于是 我们跟他要什么 他如果有的话 他就会给我们 所以这个完全是不一样 以前我们要跟他要什么 有时候他还推东拉西的 而且我非常好奇是 我们今天买的量 到底有多少 我们这个设备 到底有没有多么样的高级 因为我们知道 你在保修里面 有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厂 你如果说 今天我们就可以 担任到了四级厂的一个工作 等于说整个亚太 备品我们有了 这个备品可能不只是台湾要的 搞不好是韩国要的 搞不好是 那个所谓的新加坡要的 搞不好整个亚太地区 备品的这个所谓的储存地方 对 竟然有可能在台湾了 对 或许这是一个 长线的这个发展 孙大级事实上 现在暗示了什么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是越来越强烈 而且越来越积极 我就直接从美国仓库 把你要的东西 搬给你了 就这样子 未来搞不好会 搬越来越多 你只要有需求 你提出申请的时候 搞不好都这样 因为美国 你以前在空军 你那个也是F-16中队 没有这样干的 当然以前是 一定都透过 所谓洛克希德 马丁民间公司 这是民间交易 现在是直接政府 对政府这样对接 什么政府对政府 那是什么意思啊 承认你也是个国家 才会这样做嘛 所以我觉得 某些程度来讲的话 美国对于台湾的安全 至少从这些动作 都证明是非常非常在意的 而且拜登在接受 时代杂志专访的时候 除了刚刚讲 台湾人最关键的 其实在两岸发生争断的时候 拜登是第五度表达说 我会介入 而且这个介入很清楚 就是我或许不会派部队 进到这个岛上 但是我今天会有海空军进来 而这个海空军 你是从日本还是从菲律宾 他宇多保留 除了这个之外 他对中国真的 严格没问题后 他对中国充满了 轻蔑的一个态度 我们把整个文章 看得更仔细里头 他说中国老花的问题 真的太严重了 而且中国的经济 根本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了 对 没错 事实上拜登在这个时代杂志的 这个专访里面来说的话 他已经把中国经济 讲得非常清楚了 他说你们呢 又老又穷 又老又穷 对 你说他就说什么 你们中国是 too old to work 就是太老了 老大不能工作了 老大也是不能工作 所以他就说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们 就是什么 the food that no pick 这是什么 排外 就两个 一个是你老 然后你又排外 所以你这个经济没办法 你看 他说如果economic is on a break 就是什么 边缘 就是悬崖边 你现在在地 悬崖边了 the idea that economic is booming 说他们的经济 然后做办法的时候 很好的时候 give me a break 你也刚刚好 他意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等于是 其实他对中国就说 他们很老 没办法工作 然后他们现在又很排外 然后你们一堆人在说 中国经济很好 他们经济繁荣 你把他刚刚好 give me a break 对 这就是他的意思 所以你就知道说 其实我们把它翻 这个用他的语意来讲 你就知道说 他对中国 其实经济的看法 是相当相当的严厉的 那如果中国的经济 真这么糟 那习近平不知道吗 那习近平如何回应 现在连美国支库 CSS的中国经济万全 参加 居然讲说 现在习近平 对中国的经济 去四步 对 没错 这是美国支库的一个学者 他写的一个文章 他写文章 因为他研究 习近平研究了非常久 然后他认为说 为什么习近平到目前为止 好像没有太多的回应呢 他都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他不知道 那这也很有可能 他不知道 因为目前为止 中国很多真正的消息 是不会到习近平的手中 所以或许他真的完全不知道 第二个是说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其实最近一段时间 中国一直不断的在 什么这个各式各样的旧房 旧经济 可是你可以看到 股市那些好像都拉不太起来 所以的确 可能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再来就是他不在乎 反正这个经济就这样子 他原本一开始 就是重视的是国家安全 再来就是不赞同 因为很多意见来说 可能你就要跟美国和好这些 他不认为说 这是一个好的这个方向 所以等于是说 他现在在主政下的中国经济 已经走到一个 似乎是已经没办法回头 就有点如同拜登说的 他们很老 然后他们又排外 所以这个就没有搞头 所以我才说 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越来越硬 他们似乎意识到 如果时间再下去的时候 中国永远都不会是我的对手 好 题外 拜登在接受时代杂志专访之后 才讲说如果两岸有问题的话 有争端的话 有冲突的话 他的美军会介入 这是第五次战略清晰 非常明白地表示美军会介入 可是这个讲完了以后 今天这个信件就出来了 那我们的外行人想说 我买F16本来就应该卖我的零件 本来就应该卖我的备品 你今天卖我零件卖我备品 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现在不是这样的 你说这里面自制出击 这里面代表 美国跟台湾的关系 已经变成战略伙伴关系了 对 你看看这个新闻稿当中 其实它是泄露出 美国的一些相关机密在里面 你比照一下 左边这个新闻稿 它是什么 是2022年12月的时候 当时它卖 2022年的 对 新闻稿 当时它卖F16相关的备品 给台湾的时候 其实它里面并没有说 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 但是你知道今年来讲的话 其他文字差不多一样 有一句话真的非常关键 也就是说这些所有的设备 它会从美军的库存当中 仓库当中转移给台湾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说 美国已经授权汉祥公司 在台湾已经有一个 F16的亚太地区维修中心 而目前整个在亚太当中 有使用F16的国家 包含南韩 包含台湾 包含新加坡 泰国 还有这个甚至于 潜在的这个国家 就是印度 另外还有 印尼也是使用F16 你想想看 这些国家来讲 他们并没有维修中心 假设如果说 未来他们要维修 飞机坏掉怎么办 对 它的领主舰 要换修的时候怎么办 是不是台湾 台湾这边来讲的话 可以提供相关的备品之外 也因为这些所有的工程师 将近有一百多位的技术人员 都获得洛克希德马丁的一个 认证授权 而且他们每个手上 至少都有六十几张证书以上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商机是非常大的 同时一个 更重要的议题是什么 我们的军火库 可以跟美国的军火库 竟然相通连 这一点很重要吗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你知道吧 如果美国 以往来讲的话 是协助台湾 进行所谓的防卫型武器 对不对 它是透过一些商转 或是透过一些方式 但是美国它会有隐晦 官方对官方来讲的话 基本上都是幕后的黑手 但是前面会有厂商去对接 但是现在不演示了 这是从美国国防部的新闻稿 主动的发布出来 美国的所谓的空军的仓库 直接转移过来 那我想想看 如果今天台湾 我们就来讨论另外一个问题 2022年我们已经买了 为什么我们2024年还要再买 难道 你说这个时间太近了吗 太近了啊 我们知道说这个F16 你不可能是每天在那边换F16的东西嘛 唯一的可能性有两个 一种可能性是什么东西 一种就是最近这几年来 共军烧了台湾 F16一直上去 可能耗损太多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 有没有可能是周边国家 跑到台湾来维修 我们最近来讲 不是常常发现到 南韩的战机 常常出现在台湾吗 南韩战机出现在台湾 到底来干嘛了 它不可能说跟台湾那边打架嘛 它来干嘛可能是在维修 可能是在维护它的备品等等之类的 也有可能啊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汉翔 是不是已经变成所谓的 四级的所谓的保修厂 或者是说 美国在亚太地区所授权的一个保修厂 那以后来讲的话 这算不算美国资产 算不算美国的技术 当然算啦 算的话美国要把保护这里 这跟AI的概念是一样的 对 它之前F18大黄蜂还来过了 是啊 因为台湾有相关的备品啊 以前在越战的时候 或者是说以前在台湾的台南机场 都曾经有一些技术车 专门在维修美国的飞机的啊 所以技术人员有了 然后相关备品也有了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能在未来的几年内 至少说不定还每一年 都可以跟美国的军用的仓库 军方仓库来调这些货 对 那这些货来 变成是一个例行性跟平常性的事情 那跟美国之间的这种军方的关系 会如交似漆的概念 所以我们像年只看到说 我们在AI的产业链上面 我们跟美国有一个供应链的关系 现在难道在这个军备上面 这个供应链也在形成当中 是的 没有错啊 军品的部分也是在形成供应链 我们之前有提到美国国会 以及美国行政部门 都在思考说台湾可以协助 包含制造155榴弹炮不是吗 还提供到一些比如说 国际社会去使用 特别是包含乌克兰这个战场 现在美国洛克希德马丁 可能为了乌克兰的F16 在那边伤老金 到底那边的话要提供多少 亚太地区来讲 他可能无暇兼顾 无暇兼顾什么 台湾来帮忙 所以你看到最近这一笔交易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这是赖清德当选 然后就职之后的 第一笔的这个美国军售 代表拜登政府也是挺赖清德的 第二个概念可以说 美国的军用军品 跟台湾的军品是相互联通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随时可能要备战 要应战等等之类的话 基本上就不予匮乏相关的军品 好 市长 该讲 拜登在接受时代杂志专访的时候 除了在军事上面 在两岸问题上面 如果发生争端的话 我会介入 为什么他要特别强调 对中国经济的侵略 他讲说外面的人讲 中国有多么多么的强 中国有多么多么的好 中国的经济正在凡人当中 他说give me a break 根本没有这么好 而且他讲说中国已经too old to work 你已经老到根本不能工作了 而且你还怎么 你根本就是经济在崩溃的边缘 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刻 讲这么重的话 对 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 分析跟判断 那这个事情对中国来讲的话 中国很难回应他这个问题 因为他讲的大部分是事实 这很麻烦 拜登讲的是事实 因为从我们刚刚 我们查几个资料 有一个有一些联合国的判断 联合国的分析 到2100年 2100还很长一段时间 还有三年快六十几年的时间 中国人口大概剩七亿 减一半 减一半七亿 到2050年的话 大概剩十亿 这怎么意思呢 他中国是一个快速的人口 负成长的国家 然后第二点来讲的话 你要知道中国现在的劳动力 他的劳动个别的生产值 其实是下滑的 现在下滑什么情况 我现在讲很简单 我们讲人口老化 我来补充一下 目前中国的政府所规定的 这个女性退休年龄 是55岁 男性是60岁 这个很麻烦 因为现在科技一直进步 健康一直不在 那你现在就55岁要退休的话 他未来要怎么办呢 所以他负担非常大的老年人口 他的老年是从60岁开始算起 55岁开始算起 他将来有将近20年到30年时间 要接受他的政府的养老金的资源 对 那不可能 政府一定会 政府不可能有这个财力吧 所以会变成 这养老的问题 会变成他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可是他共产党 长期定这个制度 所以他们现在目前在考虑如何 延长这个工作年龄 像德国都延长到已经65岁到70岁了 67岁 对 这个都是已经在开全世界的潮流 可是现在中国不为所 他不敢动这个东西 动下去的情况之下 可能会发生动乱 对 那公务员本身就是这个东西 但是靠公务员支撑这个阵子 所以他讲的这个人口老化的问题 其实是涉及到他的工作年龄的发生关系 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他现在讲到说 这个他这个经济要崩溃的理由 我觉得一点的不过分 确实有重大经济危机 因为从他 因为他目前对外公布的所谓的 他的这个成长率都是5%左右 对 那其实全世界的客观的这种经济学家 知名的机构帮他估计 都是1到2% 对 1到2% 你这个国家 你就是表示你是负成长嘛 因为中国他没有办法 他在 他在低速成长情况之下 他的社会不安定的 维稳的成本就提高 所以他有一个维稳的成本在里面 对 他维稳的成本 比他的军费可能还要更高 对 所以这个很麻烦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实在上 是处在一个危机的社会 所以拜登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了 其实拜登他们这个美国的策略 其实他们 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在这个 大西洋月刊 有过一篇文章 这个有Longer Telegram 这个里面那时候曾经 当时有一个新闻 可能大家都还有印象 什么印象呢 就拜登政府从开始的时候 他就不断地召集了 他在召集了很多前苏联时代的一些的所谓的懂专家 所以要让中国经济崩溃 他就发现他们就找到了当时苏联经济崩溃的理由 跟现在当时是这一两年前的事情 那这些专家就在分析这些所有的相关的系数 所有的参数来分析 中国会发生什么情况 他们会导出一个结论 因为这几年的整个大变化发现说 中国可能会跟苏联当时的背景非常类似的情况发生 他们内部会产生动乱 因为经济会崩溃 所以他的理由是 经过长期的研究追踪 发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目前你要看到最重要的 七月份的三中全会 看他开出什么结果 很多指标性的或是习近平的谈话 就可以知道他的危机到底在什么程度 好 但会在 现在中国真的也意识到他们的人口问题这么严重吗 而且他说 他们现在对于增加所谓的生产力 生产的预料 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 我觉得最重要是四川定了一个原则 以前他们对不婚 不婚 然后生小孩的是非常敏感的 他现在四川说没有关系 你如果只要女孩子生小孩 不管你是婚生子女 非婚生子女 政府都给补贴 是 而且不是只有四川 现在变成四川 广东 湖南 三个地方同时都取消了这个相关的限制 以前是规定怎样 以前中国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社会 如果以前中国的女孩子未婚生子 那天大地大的事情 现在不重要了 生小孩最重要 对 你只要有生 政府就帮你养 是不是政府帮你养 不知道 但是反正他都叫你生 你知道吗 以前还要结婚登记 生育相关的登记 然后一大堆他们浪当的 而且我跟你讲 他还要你提供资料给我 对不对 我还要开始跟你考核 就说你这是提供是真的假的 他就是不要人家做所谓的失生子 因为不要整个国家的人口变多 就现在所有条件通通不用了 甚至变成是你只要提供给我 我根本也不考核 我就好 有时候你甚至结婚不结婚 不重要 反正只要你愿意生 我都合准 我都合格 而且原本以为只有四川 现在变成广东 现在变成湖南 全部都取消这相关的限制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四川湖南跟广东 都是人力 劳动人口非常重要 而且很多是外流到其他县市 所以这三个主要劳动人口的重症 都跟你说你只要生 你愿意生 我都OK 没有问题 然后他们现在为了要触及 这个所谓的生育力 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你知道吗 像四川有一个西南航空大学 他们三月份有个春假 你知道那个春假要干嘛吗 他说去欣赏 去赏花 去谈恋爱 我说天哪 你的春是到哪个春啊 莫名其妙耶 而且他还跟你说 你还要交作业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校 弄了这个海报 这个海报泛美春假 去赏花 去恋爱 对 而且他还跟你讲说 你要交作业 交什么作业 他说你要交旅游日记 你要交成长报告 你要手工制作 你要拍摄 请问一下 我去玩个六七天 我是要成长什么 难道是我给你报告 我会因我的那个 交友进度的成长吗 所以你就知道 他们现在无所不用其极 而且还有一个这个 我个人认为这个最好笑的 内地鼓励大学生捐金 我跟你讲捐金很严格耶 他那个捐金合格率只有24%耶 你知道吗 他竟然有几大 第一个 每毫升 你的那个精子的浓度 必须要六千万以上的一个精子浓度 比普通男性 这个标准还要高三倍 那你知道为什么要高三倍吗 为什么 他说因为那个要冷冻 所以你要很多很多很多 然后就是会有一些死掉 保证生产 保证生产一定会中 然后再来他还跟你讲说 我还有相关条件 我要五官端正 无心理 无生理的缺陷 没有遗传病史 体重 BFI值还要可以限定 而且一个最晃面的 还不可以掉头发 秃头 秃头犯法了吗 为什么不可以秃头 不是 而且他标准是要 165公分以上 对 然后还说的还不可以 还那个不能有不良嗜好 广东省光这个捐金合格率 你知道多少吗 24.8% 天哪 比考大学还难耶 所以他们都 而且你这个捐金之后 他会给你一个补贴 大概7000 8000 所以他们就讲到说 现在这个中国政府真的是 为了要刺激的生育率 无所不用气急 那现在甚至在一排墙上面 那不断的跟你讲什么 听党话 生三胎 有没有 不加班 有双修 补贴三胎奶粉钱 一个 两个 都是养 再来一个 又何妨 我都跟你在讲耶 所以现在中国人就生气了 他就说你慌不慌没有 在1985年的时候 你跟我们说什么 计划好生育 这个政府来养老 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生太多 你生太多的话 到时候我们没有办法 整个国家很麻烦 就到2025年的时候 你又突然说 养老不能靠政府 反正活在中国 你就会觉得 50年前叫我们不准生 50年之后就说 我们只要连私生你也OK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 活在中国会让人家觉得 非常错乱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为什么中国对于这个人口的问题 这么紧张 原来从2022年开始 中国已经步入到生不如死 也就是出生率已经低于死亡率 只有你知道吗 2023年更发生一个什么状况 2023年死亡人口呢 来到了整个1110万 出生只有902万 换句话说 整个落差已经高达208万 他们说从2027年开始 中国总人口会迅速的说锐减 再到了2035年 中国竟然比美国还要老 就说从2035年之后 中国的年龄中位数是来到49岁 美国反而是一个年轻人 很多的国家 美国不是35对49 对 所以他们就讲到说 就是整个看起来 他们就说中国的未来的问题 真的是会越来越大 好 所以不懂 刚刚讲的 拜登现在用得这么强的一个态度 当然他因为现在在选举他的对手 现在是川普 可是他讲川普妙的是 你都已经被 这个所谓的陪审台认为你有罪 你有罪的状况下 他还选得下去吗 我觉得最妙的是 他被判刑之后 他的募款还增加了 所以川普他铁粉 铁粉现在目前各个民调 现在民调太多了 他的民调太多了 但是整个来讲的话 他们两个其实有一点互有输赢 但是都在非常接近的 一趴到三趴左右的那边拉扯 所以这个川普的情况 拜登跟川普两个在拉扯 对 非常接近 所以川普这个是个怪事情 他这些怎么没有选举 他根本没有 那个法官有这个封口令 对 法官不准他讲话 他讲完要够抓起来 所以他最近都没讲话 现在开始可以了 现在开始恢复行动了 各位同学现在目前在 因为现在这个大陪审团 已经判他有罪了 对 要冤犯了 有罪之后再来就是要量刑 量刑就要看法官怎么量刑 他会坐牢吗 最高刑期四年 这个最高刑期四年 最高刑期四年 可是大家在判断 因为他现在这个 这个所办的罪行 基本上就是一个叫诈欺 这个很小型的诈欺 那在美国的概念里面 就是说他跟一个女的 一个女的发生关系 发生关系之后 拿他去摆平这个女的 那可以解释成 他请了他的律师 去跟那位女性 完成一个私下的和解 这个和解本身 全世界都可以的 但因为他这个事情 和解给钱 给了十几万美金 十几万 十几万美金 那个律师就跟他 竞选总部去报了 报仗了 所以拿了竞选总部的钱 所以被这个检查 等一下 你是拿竞选总部的钱 当成你个人的付口费 去付口 去封 去封那个女生的钱 那个女生就把他 过程讲得巨细迷遗 变成一个全美国 最荒谬的一个故事 街头巷尾到处在传 那精彩不已 那这边因为我们NCC 可能不会同意我们在讲这些的 所以那这个情况之下 那这会被搞了 发现没有检察官把他逮到了 那个检察官是纽约检察官 基本上他们认为这个有民主党倾向 就是要搞你嘛 因为那这个是一个很轻的罪 一般就是 就是罚钱 就罚款不了事 因为要扯到选举的话 要变成大事情了 所以要搞成一个大事 变成财导财道的这个州法院 大家这个是州法院 他目前要上诉到上诉法院 可是因为他这个罪是属于 州的刑罚的东西 不会到联邦法院 那不会到联邦法院的话 他也不影响他的选举资格 他不会影响吗 所以他可以选得下去 我的印象中 美国在联邦法里面 只有三种罪不能选总统 一个就是暴动 第二个就是叛国 第二个是参加判断的组织 这三种罪 大欺可以 这都可以 杀人放火 你做了什么坏事 贩毒都可以 美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 任何人 你当过毒贩也可以 杀过人也可以 全日本人都可以选举 所以他对美国总统选举的资格 除了是只有这三种 可是这件事情不会影响到 大家的评价 不会影响他的民调吗 那为什么他民调还这么高 所以这个 不不 这个是个好问题 所以他的民调 目前跟拜登不相上下 对不对 但他因为他这个是属于选举人票 选举人团的投票 又有很复杂的事情发生 但所以你看到目前情况 让拜登就很紧张 所以我昨天再讲一句话 昨天这个 时间的这个 这份专访 是拜登的第一枪而已 起手势 其实后面就更严重的招式出来 他一定要非常强烈的拉开 他跟这个川普的差距 什么差距呢 因为他一定要讲一个 一定要突出一个重要的一个点 这个重要点是美国人全部都要追求的点 就是美国 美国是这个上帝 上帝的子民 上帝的选民 天选之民 上帝领选 他是这个天选之民 然后第二 什么意思呢 他有责任 在理念上 要来领导全世界 所以他是一个领导权 他是一个世界的领导者 他要把这个拉开 所以我觉得他最后会把这个衬托出来 他不是用战术 用大型的战略 拉开他们两个的领导品质的优劣 网络新闻看东森 电视也要 媒体影响力之冠 最广视野 最深角度 带您看世界 DBC东森新闻 黄俊雄不带戏 有一句话叫 就是说你很多事情 不是我做不得到 时 运 命都要到 现在台湾很妙的是 我们却到了这样的一个核心 我们跟美国的新闻关联这么重 而且更妙的是 在AI世代里面 扮演三个非常关键角色的 包括黄仁修 包括苏之锋 包括梁剑后 刚好都是台湾人 对 没错 事实上台湾能够在今天 成为所谓的AI世界里面的中心 其实真的是有天时地利 人和的各种原因 天时当然是美国 跟中国的大对抗之下 美国需要一个代工 或是需要一个工业的伙伴 那当然就是台湾 那命运的AI时间点 刚好来到这个时候大爆发 再来就是说人和是什么 这个AI的几个人 都是台湾人 所以等于是 刚好就是天时地利 人和完全match 所以我才说 为什么韩国会说 他被排除在外 因为他三个一个都没有 对 那我们就讲 因为黄仁修当时想到什么 我要找供应商 我就想找台湾的供应商 我就找台湾的台积电 苏之锋也是一样 苏之锋为什么把AMD打掉重链 我干嘛 我也是完全地跟台积电合作 你说最关键的是 梁建后 这个虽然我们并不是熟悉 这也是你们嘉义人 梁建后对台湾的感情更深 梁建后说 他不但是说我要台湾的供应链 他当时还是要想方设法 回到嘉义去投资的 对 没错 这几个人都跟台湾 都有非常大的渊源 黄仁俊 如果没有台积电的帮忙 没有张忠谋帮他 他可能就 倒闭了 AMD 苏之锋也是一样 他其实拯救AMD只有一招 就是把他经营代工切出去 然后AMD就下单给台积电 整个技术就起来了 另外梁建后也是 梁建后是在台湾长大之后 后来去美国念书 1993年创了美超委 你看他1993年创美超委的时候 保洁你知道什么时间吗 因为辉达也是1993年成立 他们两个公司是同一年成立的 然后两个公司就在附近 所以一开始黄仁俊的NVIDIA晶片 没有人信他的时候 这个梁建后就说 我相信你 所以两个是从一开始创业 到现在的伙伴 所以你看他们两个 昨天在台湾的会场里面 他们两个是互相亏来亏去 他们两个是完全看起来 就是好像是兄弟 好像就是很熟很熟的朋友 然后在台上用什么中语 中文台语还有英文 所以说人不清土清 因为有这个土清的关系 他们在美国才有那样的渊源 对那因为他们都跟台湾有关系 所以就当然这次完全就 这个贯注在台湾的身上 尤其是你刚才提到 这个美超委的这个梁建后 那梁建后目前为止来说 他当然是 因为他现在整个就要以台湾为中心 尤其是这几天的时候 他跟这个日月光 还有中华系统整合 还有美超委 他们准备要打造 然后在高雄打造一个新一代的 这个水冷散热的这个资料中心 所以等于是说 他把这个美超委的技术 用在日月光准备在那边 弄一个资料中心 然后把这个水冷技术给他导进来 所以说不是NVIDIA 在高雄要弄的一个AI算力中心 现在这个美超委 也要在高雄弄了一个 水冷散热技术资料中心 他的技术 然后跟日月光等等合作弄出来 所以然后事实上 现在整个版图是完全就不一样的 那么就讲嘛 事实上以目前为止的 整个高雄的版图里面 来看你看 你看目前为止 PSMC在这边 然后这个是日月光 然后包括说艾斯摩尔在这边 然后你可以看到 越来越多的这个伟创 然后富士康 NVIDIA 这个运算中心在这边 还有这个相当多的公司 全部都在这边 所以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高雄已经变成是一个 AI的这个版图都越来越清晰了 所以他有两大块 一个在左营南 在左南区 一个在亚湾区 两边是可以整合在一起的 对 左南区来说 主要是半导体聚落 然后在这边来说 主要是AI聚落 因为高软就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整个 两个版图呢 是对高雄的发展 相当相当是有利 好那除了高雄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嘉义 为什么嘉义 就你的家乡 对 因为梁建后 梁建后这一次 他已经准备了 已经跟这个 这个翁张良 嘉义现场有通过电话 然后两个可能还会见面 为什么要见面呢 因为第一个 梁建后他就是我们嘉义人 逐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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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逐骑在什么地方 逐骑就是说 如果你往嘉义市 往这个我们的林森 林森东路骑过去 往山上去 那就是在逐骑 所以他以前住在逐骑这个地方 然后他说他小时候念书的时候 还要如果当时非常辛苦 要走十几公里才能够上学 那后来呢 上学之后没多久 他是一路苦读哦 后来到美国去念书 然后在美国创业 盛和西创业 所以他就说他其实 后来一路发 他这个公司开始发展的时候 他现在台湾有一个桃园厂 但是呢 根据这个 这个翁张梁现场的说法是说 他原本要来嘉义的马仇后设厂的 原本不是在桃园 他一开始回来 就想回去嘉义 就想到嘉义 就想买断三十公顷的土地 但是当时的这个土地不足啊 然后再加上说 这个梁建发他只买不住 就是他的弟弟只买不住 没办法没借这个 这个台塘土地 然后就作罢 最后选在桃园设厂 所以就知道事实上 他们梁家是真的很想要在 这个嘉义设厂 所以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台湾人都是这样嘛 这个工程名就说 就想要落地生根 想要再回家乡去 去这个所谓布局 所以未来来说 他非常有可能会在嘉义 这个工业园区里面 设个第二座厂 你说马仇后工业园区 就在这个地方 在蒲子的旁边 在长庚科技大学的旁边 对 目前是这样 但是这个马仇后在这个地方 然后包括说高铁在这边 所以原本要在这个地方 那未来呢 未来包括说像我们台积电来说 也准备在这个地方设厂 所以现在整个泰宝啦 或者说整个铺子 这个地方呢 事实上未来可能有非常多的 这个工艺店都会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嘉义线的发展 当然会非常非常的令人期待 好 开明 我们昨天讲说 台湾的厂商真的身段 非常的柔软 而且我们完全以客户为尊 所以就讲到了华硕 华硕想讲 你今天不管是AMD上台了 不管你是intel上台了 不管你是高通上台 我都拿了 我都拿着这个所谓的 新一代的AIP上去 等于任何人 我都可以为你服务 任何人 我都可以把你打造了一个江山 你说台湾这种 我们这种供应商的柔软的程度 弹性的程度 还有能够大规模生产的程度 到现在 竟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的 我这个是看到最感动的 就是说能够有像 华硕硕这样的一个人物 英雄号召大家一起来攻城掠地之后 我还看到一个 我们台湾话说 对 就说大家 只要你有能力 当然前提是你要有能力 只要你有能力 我当然第一个先考虑到 人不清土清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还有像黄文勋 这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召唤 起来 我们台湾原来本来有个产业 叫做像机密工业 这个工具机 就是做机器的零组件 大家感觉到好像很不起眼 大家可能不清楚 我觉得就是他也是一个台湾人 很合作的故事叫做合春 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 合春这家公司 我说给各位听 合春这个董事长张永昌博士 他是本土的这个机器人的一个 一个等于说 本土机器人之父 那他本来是1980年做贸易起家的 后来呢 他不断的从贸易 做成零组件 关键零组件 比如说滚珠螺杆 线性滑轨 包括了什么这个 所谓的一个加速器 差速器 这些都是所谓工具机器 机器人的一个零组件 后来变成怎样 跟工业人合作这个所谓的机器人设备 那他在他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就是他打入了这个台 台积电 像明基联电的这个工业 他在2020年的时候 圣诞节的时候 他自己知道他刚刚还超 已经不久于世了 对 他就赶快去找了他的好朋友 叫做陈天仲先生 那跟他聊了六天之后 他就已经先逝了 然后陈天仲 这个这位陈天仲先生 大家知道他是什么来历吗 陈天仲先生 他曾经当过中国HP的总裁 HP大中国的总裁 当过德州仪器 亚太地区总裁 当过郭台铭时代 富士康的副总裁 那也就是说他退休的时候 没想到这个老朋友召唤之后 他就把这家公司接起来了 对 就是基于 所以他在往生前的六天 找到陈天仲 把托估把自己的事业交给他 对 你把他说托估很好 因为他就很担心说 他这个公司营运 有些问题 谁能够把他处理起来 他就找了之前在鸿海 跟富士康合作时代的 这个认识的陈天仲 把他接手起来了 结果在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吗 其实像这个 我每次去看这个所谓的一个 何春之家公司 我每次去看 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 都有一个很大的成长 譬如说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个在我们在那个重庆南路 这个城隍庙外面 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全家便利店的示范店 疫情之前就有了 我曾经 本来有一段影片是我自己 那个他也太清楚 那个机器人 你只要拿一个那个QR Code去 他可以帮你这样泡咖啡 泡完之后 他自己手还可以把门轻轻地打开 然后转身回去 把那个机器把那个咖啡推出来 轻轻地 他可以夹起来 轻轻地推到你的 推到你的这个 机器人冲咖啡 对索罗门在很多年前 我就说在展览上面 我就看到他 可以用 把那个所谓的鞋子 运动鞋穿鞋带 我那时候在东森体系 我就说这家公司 也有一定不得了 他做不出机器人手背 他做出机器人的眼睛 那何春他还有一个 很厉害的东西 就是说他有很想想 他不必去跟人家拼大型机器人 他跟工研院也合作 像广民这种协作型机器人 这个所谓的机器人凝组建材 保险我们台湾是不是地震带 既然全世界 包括台阶要设厂 全世界这个大厂 要设资料中心 在台湾那地震 是不是很 当然 那地震一来 那个晶片晃一下还得了 你晃个两秒钟 凉率不少 几十亿的晶片可能要爆销掉 你知道大厂都要有个东西 隔阵设备 要在机台下面隔阵设备 何春很早以前 就有在做这个隔阵机台 所以像连保 像台积电这些大型的科技公司 这种隔阵机台 也是何春的这个所谓的独门生意 那包括他还有 所以你的机器手备如果很厉害 可是你少这个隔阵设备 我也不可能跟你买 那我做 我机器手备 我不必做像四大家族那种 大型的机器人 我做那个协作型机器人 我下面再加一个 可以移动的车子 就像这次 我为什么看这个感染很有感 因为这次就是工业自动化 我加一个所谓的 可以移动的AGB 就是可以移动型的机器人 像何春就是把这个改良之后 比如说在餐厅里面可以来做餐厅饭店之间 可以一层一层自动的去送餐 自动去送餐 像这种机器人的应用 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弹性 那再加上什么 就是说 比如说以他陈天仲这个故事 陈天仲跟这个张永昌博士 之间有之前寄予旧的情谊 可是第一个时间 有合作的机会 或是有事情可以来拜托的机会的时候 我们台湾又可以发挥这种 互相感情的机会 我觉得其实在这一次 Compute Test 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好 玉柏 该讲 现在这个机器人 没有想到 因为这次NVD 加入很多的AI工夫人 感觉上有一种那种大爆发的感觉了 对 现在来讲的话 过去我们讲说 机器人到底什么时候 会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答案是现在 现在都已经进来了 Nava是什么 Nava就是我们现在手机 常常在用Line的母公司 所以你看讯息来讯息去 他们一直走在讯息跟资讯的前端 他现在来说的话 在他们的公司里面 加装了100台的机器人 而这些机器人叫Luki Luki呢 他还有什么 还有轮子 然后呢 他其实你这样看下去 非常忙碌 为什么忙碌呢 因为所有的工程师进来之后呢 都需要去买一杯咖啡 买一杯茶 可是时间紧迫 我不可能自己去排队嘛 你就直接设定 你就要你的Luki去 然后呢 他就帮你自己去排队 然后呢 去买了咖啡 然后回到你的座位上来用 以前你所有的文件 你都必须要自己传送 现在不用 现在Luki会帮你来传送 然后呢 这还有更有趣的是 这是一家公司 对这家公司好在过程里面 他整栋大楼里面 所有的3D立地图 都在这个你的Luki里面 所以呢 他会看看 哪边排的比较多人 我就去另外一边 然后呢 哪边要等电梯 我就去另外一边 我就不会跟大家塞在一起 所以用最快的速度 把你的咖啡 把你的文件 把你的包裹 全部都送来 甚至最有趣的一件事情说 你在送咖啡 那有时候打翻怎么办 打翻了 以前不要叫扫地阿姨来吗 然后扫地阿姨 我现在在顶楼 你这个36楼 要等我一下 不用 还有另外一个双人的机器人 双手臂的机器人 他可以过来帮你打扫 他可以打扫 所以他把所有东西 就是这个双手臂机器人 如果你弄脏了什么东西 我就过来帮你打扫 以前你要做的杂物 你以前要拜托别人的事情 都不用了 反正机器人呢 会一次帮你搞定 可是你就要想嘛 那为什么这机器人 会这么厉害 其实这些机器人上面 都有一朵云 看不到的云 有一个5G的云 所以每个机器人 在行动过程当中的时候 都会把自己的路线 上传上去 所以其他的机器人 就知道说 这一层有几个机器人 然后这过去的就是机器人 这是第一代的机器人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画面 这些人一起来点餐 然后有各式各样的一个文字 你要日文的 泰文的 中文的都可以 甚至它可以一起跳舞 因为我们可以讲 日本是也有老话的问题 所以日本老话 他们就说 在日本的这个涉骨 有一个咖啡厅 很妙就是 你看到有很多是 老先生老太太在那边 然后一个机器人在旁边 可以陪你聊天 陪你这个时候 陪你聊天 陪你讲话 他会跳舞给你看 对 这些paper来讲的话 他可以跟你聊天 然后慢慢的教你 甚至呢 他就一群机器人 一起跳舞给你看 所以这个来讲 也是另外一个运用 刚才讲 这个AI的运用 今天NVIDIA 居然就跟一家公 你非常熟悉的长根集团 要跟长根集团合作 之前我们想到 黄仁俊曾经讲 你不要再去学习什么coding 不要再学习什么计算机了 你学习所谓的医疗 现在这个NVIDIA 也要跟医疗合作了 是 我跟你讲 事实上现在大家在讨论 这个什么AIPC AIS福气 但是我们之前的科技部长 陈良基讲过一件事情 他说在AI世代来临 你知道什么样的人 会赚钱吗 拥有数据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把这个数据 透过这个AI丢进去的话 很多的进行相关的分析 就会全部跑出来 所以你现在看到 你说利用AI赚钱的人 是 所以你现在看到 NVIDIA竟然做了一件事情 他竟然派他们的一个副总裁 去跟长根林口的长根医院 进行拜会 为什么 因为谁拥有最多的相关的数据 医院医疗体系 所以他们现在原来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 他们已经默默 长根林口长根这边 已经买了好几台 他们的NVIDIA相关的伺服器 进行 你知道他们可以训练到什么地方吗 长根已经跟NVIDIA合作了 对 你知道他们现在 已经开发好几种 所谓未来AI的一个服务 第一个 语音服务 他所谓语音服务 就是说你可能只是很 就是说我要弄谁 我想要预约哪个医 我想要预约哪个医生 什么的 未来他们要开发说 这个医生那天很满 你要不要约别的 另外一个医生 他的专长是什么 变成你可以 把你转介 可以帮你转介 而且会是你的需要 进行相关的辅助 第二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厉害 就是所谓的血解系统 什么血解系统 就是他会变成有一套的 可能是机器人或什么 然后就是说 现在这个病人 呈现什么什么状况 血解 然后那个机器人 就会回答你 那你可能要检查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这个病人 他才会什么 他的血压变低 或血压变高 他变成是一个 咨询功能 咨询功能 然后你就可以随时 跟那个血解询问 然后第三个 就是说刚刚提到的 他会送餐 或是进行检验的服务 就是一个机器人 但这个机器人 当中检验的服务 事实上对他们 整个未来AI世代来讲 应用方面算比较浅的 第四个 我个人认为最厉害 而且这个最 最重要的是这个 也就是 协助医生问诊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现在 可能做身体健康检查 我有一些洗肉 对不对 他可以透过 比如说丢30万张 过往 二三十年 所有长根医院 有这个洗肉的 相关的病人的一个 画面或者是资料 透过这一次AI之后 发现说 你这个洗肉 你可能几年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你可能 他建议你要怎么做 那个以前 我们有什么案例 会变成把这个AI的系统 透过他们所有 有相关的数据 一起帮你比对 一起比对 然后训练他 然后可以帮你 预测检验 你现在有的这个疾病 未来可能演变的形成 而协助医生 做出最好的判断 所以他们就说 未来拥有这些资料库人 才是有可能发挥 而且赚到最多AI商机的人 拜登在接受专访的时候 还特别谈到 中国的一带一路 他说中国一带一路 是什么 是一个失败的 是令人讨厌的 中国现在的失败 是一带一路 竟然有这么糟糕吗 没错 现在目前为止 中国的一带一路 面临到什么 大部分都不能够回收 而且好像 不能回收 盖到一半就盖不下去了 甚至还被割韭菜 怎么被割韭菜 你看这是这样子的 他总部位在中国 中国远海的 中远的这个海运公司 他之前投资13亿美金 在什么 在秘鲁新建一个叫前开港 那前开港 秘鲁已经没有港口 找你来盖刚刚好 然后盖一盖 盖好 因为它这个位置是在秘鲁 我们在秘鲁的这个国家 它在中部的海岸线 然后它是一个深水港 那深水港的时候 一开始要盖的时候 中国说 这是我们在南美一带一路的 这个起手室 所以你看就是这个港口 我们一定要把它盖得非常好 你看它位置非常好 他说这个位置在什么 中南美跟我们亚洲的地区 这个非常重要的转接站 然后为了海上扭带花 获利相当的惊人 就盖一盖 原本预定在今年11月要完工 然后启用 中国就可以接收了 就没想到中国这个秘鲁的国家港务局 在2021年给它独家的这个经营权之后 在今年3月突然就申变了 怎么样 就申变就说 我们没有法定程序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港务局 我们没办法决定这件事情 要独家任何企业独家经营 没有办法的 所以这就是个行政错误 那行政错误的时候 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已经打到法官的程序 法官如果认定说 这个程序错误是错误的话 那这些中继的这个东西 完全都没有了 那你说这个前凯港 已经快盖好了吗 在你快盖好的状况下 我告诉你说 那是我的行政错误 我这个港口不可以给任何的国家 我要把它给收回来 所以这个割韭菜 它今年11月完工 都已经快要盖完了 就把你收回来 所以这个中国现在跳脚 目前为止在法律诉讼站之中 不是以前都是你欺负别人 先别人欺负你了 那因为你现在落水 我当然踹你一脚嘛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 中国里网的这个天奇里业 天奇里业它在2018年 花了41亿美金 收购在当这个 也是在智利这个地方的 最大的银矿业 这个叫SQM 四分之一的股份 花了41亿美金 然后后来还借了好几千亿 这样给他们这些公司 就没想到这个公司呢 这个天奇里业真的开始获利 因为这家公司还不错啊 这个里矿前一阵子大涨啊 所以就赚了非常多钱 结果没想到 政府这个智利政府就说 你这样子赚那么多钱 你们要缴这个税收啊 然后你要缴税收的时候 要把这个国家同业 而且他说国家同业 目前为止 这样跟这个SQM 两个要互相合并合资 那合资来说 就是说原本我有这个 我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股份 但是问题是 现在两个合资之后 要组成一个新的公司呢 但是呢 中资又被排除在外 就说我现在的SQM 跟我们的这个国家同业 两个公司要整并 那整并之后照理说嘛 我的股份可以换成这个 我可以换成这些相关的东西啊 尤其他们新组新公司的时候 我SQM股东照理说 我也可以参与新公司 他没有 他会把你排除在外 所以智利要把他给吃掉 对 所以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你没有啊 你就变成Game Over 政治观点 独家内幕 国际趋势 财经焦点 重案解密 火线搜集 全方位报内幕话题不涉险 我是张道合 周一的中 观点时刻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单眼来上线 黑暗